大家有没有发现 哪里有战争我就往哪里跑 我今天就用这个刀子说话 其实哪里有战争 哪里就有答案 大家记不记得 我在以色列跟朱达 跟那个有战争的时候 我就跑去了以色列 然后呢在墨尔本呢 它有一个新型的艾滋病爆发的 前一个礼拜 我就去了墨尔本 还有哪里 印尼大地争之前 我在印尼 其实呢 外面的战争 跟我们人体全息的状态是一样 所以呢 真正的不平衡呢 除了我们个人人体的不平衡 以及我们对于他人的观念 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我们却把重点 焦点放在了外面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东西 而产生了抗拒或是排斥作用 就会产生战争 而这个正是我们应该要去 面对处理的问题 东方人把一个字翻错了 所谓的翻错了 是什么 surrounding surrounding 我们称它为臣服 没有臣服这个字 surrounding叫做围绕 与其臣服我会使用允许 但是允许不等于认同 允许不等于认同 所以我们都把这个字翻错了 因为西方有这个字 但是东方没有这个字 而当我们可以允许它的发生 继续把焦点放在我们喜欢的东西 我要把不喜欢的东西 我们不要去放焦点的时候 其实那个就是通道 所以哪里有战争 哪里就有答案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从来不回复那些 网路上批评我的人 而是把他们删除 其实永远不要去回应那些 恶意要攻击你的人 而是pray for their energy with God's word 当你这样做 而且继续专注 闪耀于我们的光芒的时候 天会把所有的chaos 以及负面的能量 转换过来 协助你 因此圣经这个章节 协着 所有的东西都做得好 所有的东西都做得好 每个人都做得好 每个人都做得好 Because most people, they are, you know, just 90, 80, 80, 20, you know. So let's just talk about today's Bible verse. So you'll realize what I'm talking about. 我们还是讲一下中文好了。 有的时候就是要找到一个方式说话。 那,ruling your reputation,毁掉你自己的名声,其实很重要。 我们人都会常常会卡在一个啊,就是你曾经做过一件事情,觉得什么很成功,然后你就觉得说你一定要进步或怎么样的,然后就把自己卡住了。 所以呢,其实人生,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其实一直在ruling my own reputation,因为we are beyond our far,没有一个人是我们自己的想法。 你必须要追顺从你的心,当你追顺从你的心的时候,你的状态就是连接全息的,当你连接全息的时候,你就一定,你是拼图的那一块,在对的位置的时候,你就一定能够帮到周遭的人。 呵呵,张香香,她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曾经呢,我跟她一起在同一个,在一个黄老师上和的一个演艺训练班,我觉得张香香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为什么呢,我今天来讲,我们对待孙明,她跟我讲一句话,不读,不看,不回。 对于这些负面的能量,其实呢,是来提醒我们,我们在走在对的路上。 因为当你走在对的路上的时候,有人呢,就会莫名其妙的要攻击你,因为你跟人家不一样。 那,这种时候呢,就是天给我们的考验。 什么考验呢?要我们更专注在自己的生命上闪耀我们的光芒。 所以呢,我很感谢张香香,我要谢谢她。 有的时候,生命都会送给我们很多的贵人。 可是呢,我们要懂得珍惜。 所以,我们要懂得珍惜。 当我们懂得珍惜,懂得看到每个人的好处,懂得珍惜。 洗衣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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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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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